今天的Communiting的確定病例 本組病例是19,051例 那叫昨天是27,708例 減少了8,657例 那我們如果跟上禮拜一相比的話 上禮拜一是23,045例 那叫這個差距是3,994例 大概差大概是7.3% 所以目前整個下降的幅度 當然還是都有在下降 只是說 再比較緩一點 那我們今天還要再公佈就是說有另外一期 也是機場接送的兩位家人是一對父母親 去機場接送小孩 那經過後續這個快篩陽性確診之後 定序也確認是BA.5 所以BA.5的部分目前在本土總共累積有4例 所以這一期的事件目前是有因為接送的關係 那有導致兩位家人被傳染 也經過定序都確認是BA.5 那不過就是說並沒有外擴到社區 或者是其他家戶當中傳染的一個狀況 那這當然也是我們 今年的第二期 也是屏東的首期的這個奔土的 BA.5的這個群聚 部長將參選台北市長 外界也好奇說 指揮官的下任人選是不是會由 衛福部長來兼任 指揮官的部分 由於目前是一級開始 所以是由行政院這邊來指派 那至於說 部長他或指揮官離任的時間 這個當然是由這個行政院這邊來決定 這個條件的部分 那這相信這個行政院都會做最適當的安排 隔音的部長 類似的指揮官 他所謂的指揮官